年关将继除了是工部门打烤鸡 也是各区农会总干事向礼监市交成鸡蛋的时刻 日子乡农会在年节前夕召开礼监市会议 去年度在疫情冲击之下 农会不论是农产产销 各股部业务仍有微幅的上升 也特别给总干事黄胜黄打了95分的高分肯定 不仅是统计数据 包括温旦咖啡金香红茶产业的推广成效 以及农会业务建设发展成绩 除了农民、礼监市会成员也都有目共睹 肯定农会团队去年度的努力 新的一年礼监市会也寄予厚望 这一年来也非常感谢各位同仁 各位礼监市的努力 使我们瑞税农会有所成长 但是也希望大家礼食的过去 继续支持瑞税农会 达到的部分都有算计 有得超过100% 比起我们希望超过2000多% 非常多都不错 虽然去年疫情肾虐冲击百公百业 瑞税墙农会也经警戒业推动各项业务建设及农业服务 在疫情冲击下各谷布业务也都有所展过 农会里监视看在眼里 也特别给总干事黄胜黄打95分的高分肯定 我想整个心腹也好 进去事业体也好 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 老师整个带对 总干事也认真 我想应该不会偏差他的乃里气 但是该有的还是要用 但应该想光光的部分 能获得里监视会的高分肯定 总干事黄胜黄万分感激里监视会的力挺 还有农会员工的辛劳付出以及农民的配合 今年度总干事黄胜黄也设定包括 珍舍加工厂、超市整建、混蛋等农产产销 以及与企业大厂合作稻米七座 规划农产旅游服务等等的十个目标 创造瑞瓷香农会产业新高峰 瑞瓷香农会去年110年不受疫情影响 任交出漂亮成绩单 面对新的年度 总干事黄胜黄也期盼里监视的协助 以及农民的支持 将带领农会团队按部就班的 逐于推动执行今年度的农产业建设计划 接着是玉兰瑞社采访报道